天气真的好热 跳进游泳池里瞬间降温 不过却有高中生 到桃园市里游泳池游泳 被泳池里面的破碎瓷砖 割伤了 光看就触目惊心 还缝了两针 会觉得它割伤的还蛮严重的吗 刚看到的话是会觉得蛮 就是有一点严重 所以希望它们可以修缮好 对不对 如果真的是坏量会怎么样的话 那当然是一定要修缮好 然后我是觉得那个水质需要再 我感觉需要再可以再改善一下 再进一步好一点 事发后游泳池里面破碎瓷砖 已经用做钢土补好 游泳池也能看到补土痕迹 已经启用30年的游泳池 起码还能看到一条条裂缝 不过修修补补 终究治标不治本 检疫的抛杀 那也有告知民众 就是说是附近的诊所 先去做治疗 那也有请他把那个 看诊的数据就是流出我们 以便我们这边后续做这个保险的理配 那我们发生当下 我们也请我们现场人员 自水池里面去做一个检修 全面的检修 夏天到了 暑假也到了 民众游泳的需求增加 我想请陶渊市体育局 正式市立游泳池设备老旧的问题 实际来编列日算 进行修缮 面对议员要求 体育局也回应 将争取相关经费 提供更友善完备的体育环境 避免又有下一个人受伤 民众游泳 赖国宾 桃园报导